春天来了 又到了动物交配和类似春的季节 可是现实却没有想象中的完美 我的微博因为何书环秀恩爱被取关 我的朋友圈因为转发肉麻的情诗被拉黑 所以我只能以日记的形式来表达此刻淡淡的忧伤 3月24日星期一天音 今天何书环这祸简直多死 平时天言蜜语你吵架瞬间傲娇脸 不买啤酒喝炸鸡向我赔罪就算了 卧槽那句红老娘的话也没有 恶不能忍 据说微博转发是明恋 评论是地下情收藏散恋 由于用户设置你无法评论 是前来又有了新女友 你这是干嘛 我在看一瓶微博 他和男朋友吵架了 我当然得点个赞 叫他美食收恩爱 修爱怎么了 不愿意修爱的人都是有备胎 你没听说过 我跟谁笑 这里是不冷艳高贵的尊容 看看人家秘密老公好好学习一下 做梦 是遗憾 3月25日星期二天晴 混蛋 你写的不是微博 爱点赞的尊友 难道你们真的不爱我吗 你真生气了 你说呢 我那又不是故意的 认真你就输了 我上网你泼水 我睡觉你画乌龟 我追剧你剧透 和你足头拿刀塔 每次都垫底 你天生和我作对啊 你也搞不到哪儿去 你少来 我比你正视一万呗 你最近瞎吐槽 什么 你说二过 你就是 你说猪头 你花干 我穿洗衣服 你说我是在文家乡 我要和你有镜 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从来没爱过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天晴 今天我和老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能以为凭借傅文 陪你开门呢 原来事业第二车的他 过得狠心 谁知他说他很不满足 因为很久没见到我抱 难道年龄越大 表达爱意的频率就越少吗 我很疑惑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你前 现在 自打追上什么韩剧之后 他就痴迷各种男神 从宋城县 李敏浩 到金秀贤 于成浩 这家年龄是越来越小 自己都过了更年期了 也挺好意思 他接我电话 都说外交 欧巴亚 卡吉玛 杀了黑油啊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 我为啥不想打理你啊 我咋知道 你一天到晚 没几我要听的话 我主动跟你讲 杀了黑油 你回答 哎呀妈呀 这啥玩意儿 糟了 这什么 滚了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天雨 今天如瓶来串门 都是我姐妹情深 可是为何有点尴尬 艾莎 让我来介绍 我的夜情男友阿诚 我们要结婚了 结婚 是的 明天上午就去领证 下午订了去马尔代夫的机票 晚上婚礼打算请汪峰来表演 对了 城堡房产证要写你的名字吗 房产证 当然了 你村里的十二个哥哥 都要来跟我们住吗 婚礼的历经 我们要村出来买茶叶蛋好不好 淡定 你不能和一个刚刚第一次见面的男人结婚 可我们是真爱 你根本不懂什么叫 做爱 不 至少比你懂 你就是个大灵圣女 总之 我不同意 艾莎 你够懒了 你为什么接受不了一星恋 学的 因为你喜欢拿男的故事吗 还是要跟我摆和 我这不科学 我是侄女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天晴 今天看了几期爸爸去哪儿 想起了那爱灰皮鞭的黑豹子 为什么他不能也做个慈祥的爸爸呢 但愿我不是一个人 请允呗 儿子 高考倒计是一百天的 你多用点信啊 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都做了吧 天将将他人于私人眼 必先关起大门 拔起网线 断起WiFi 把他靠上一本啊 阿姆哥干什么 就算你让我做模拟试卷 你总该把耳鼻剑逼给我吧 抱歉抱歉啊 你线好了啊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天晴 默默觉得 情侣夫妻父子姐妹朋友之间的误会都是浮云 其实 他们之间还是有爱存在的吧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对他说声 我爱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我我我我说不出口 你你你你不要 比我说爱我 你会比较熟 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他他他他说不出口 找个家庭学习工作 再加一个有吗 用钱 我爱你 我也是 大哥 我不走 我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 我说了没爱过 我不相信 爱莎 你现在等姐姐了吗 我爱你 我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把咪 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 老爹不知道小星星 只知道猪星星 她是我这辈子最了不起的骄傲 是不是我考上了一本你才这么说 蓝星绩效是一本吗 我看了几眼韩剧 终于知道 三郎黑忧是啥意思了 所以我也要鼓起勇气 说一句 发自肺腑的话 好像吧 全志显 确实漂亮 他不是小子杨吗 你有没有听过爸爸对妈妈说我爱你吗 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说不清楚 比较不清楚 六十年代没有这种寻调 七十年代比较少 从爱情变成亲情 孩子说呢 很自然 但是别老婆说呢 说不出口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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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难了 你一边转了 别找到 啥小子 我爱你 老婆我爱你 多少年隔壁友谊 只有我爱你 我到这一刻 多了几千几万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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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